床 這邊就是靜置室等好了 然後放在這邊等 我們成立從2012年開始 然後到現在大概四年多 那我們現在的員工有大概30位左右 還沒有打出去 所以造成我們必須要面對的是代工的壓力 那當代工有一些訂單有一些緊縮的時候 我們就會遇到一些困境 那甚至可能有的時候也會遇到一些惡性的一些並購的方式 所以就是我們也希望說透過這一次我們有這個危機 然後我們去度過之後我們去改善我們的這個代工的環境